在女儿们的成长过程中 卢先生另于对女儿们分出多一点的关心和关爱 这才会让女儿们一致斩钉截铁地支持父母离婚 这么多年 卢先生似乎一直没有适应自己的丈夫和父亲的身份 只是任由本能驱动着他的逐乐生活 在他看来 能够为这个家戒掉赌博 已经是他能够担负起的最大的家庭责任 然而 这些改变真的能够拯救现在这个四分五裂的家庭吗 为此 我们现场连线了大女儿 让她谈谈 她眼里的这个家 喂 小卢你好 刚才妈妈告诉我们说 在之前你们孩子们是支持父母离婚的是吗 是的 你是怎么考虑的呢 就觉得他们一直吵 然后觉得过得也不太幸福 然后就想说 就是离婚嘛 你觉得他们这个吵 他们不幸福 问题出在哪儿 可能就是 嫁比较愁 然后就是妈妈做得也很辛苦 然后就爸爸年轻的时候不太努力 不是很上进 然后都是妈妈一个人 然后就妈妈比较辛苦 然后我们小时候都是 因为没有爷爷奶奶带嘛 都是妈妈一个人带 她还要去上班 然后她就很累嘛 我和妹妹就是两个人 就是很小 然后就被锁在家里面 不能出房门 就没有人带 然后妈妈又很担心我们的安危 她 然后家里又很丢 然后她又要去上班 然后就经常去吵架 妈妈承受的太多了 是吗 对 那时候爸爸也不太懂事 不能理解妈妈的辛苦 你觉得爸爸后来 尤其是到这个阶段 爸爸有所认识 有所调整吗 有时候有 有时候没有 有一点 有承担一点 但也不是很多 你觉得爸爸 他有可能真的会在以后变得更好吗 大女儿带着哭腔 表达着不希望父母 再继续生活在一起的想法 这番发言刺痛了场上每一个人的心 在这个家里 卢先生逃避了 他本该承担的大部分责任 于是 他的妻子不得不站出来 扛起家庭的重担 他的孩子们 不得不在本可以青春洋溢 朝气蓬勃的年纪里 背负上家庭带来的沉重枷锁 听完大女儿的发言 观察员李小云忍不住开口怒斥 表示 这个家庭现在面临的所有困境 都是卢先生 一手造成的